大家好 下面我们来学习 吴氏王梦翟老家八十三世太极拳的蓝雀尾 在学习之前 我们先复习一下前面学习的启示 我们吴氏太极拳的启示呢 它比较特别 首先呢 它没有病例部 没有病例部 它呢 上场就是一个自然的步伐 这个自然平行步的基础上呢 我们是往前迈步 身体下蹲 膝盖微微的外摆一下 这个呢 对于保护膝盖呢 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呢 往前迈步 迈步的过程当中呢 一定要试探的往外迈 脚跟着地以后 稳当了以后 往前跟步 跟过来以后再把后脚跟上来 然后慢慢的起身 我们两臂的动作呢 也是比较特殊 两臂呢 由两侧慢慢的向前向上 平举的过程当中呢 它是一个阳长向下 向上的 然后在与肩同高的时候呢 反转向下 然后慢慢的下落 垂于身体的两侧 好 好 这就是我们前面学过的起誓 再给大家演示一遍 那么这个起誓呢 最后我们结束结束的时候呢 也是要往后退一步的 在收誓的结尾的部分 收誓是要往后退一步的 那么起誓往前面步呢 大家注意看一样 好的 起誓呢 就给大家演示到这里 下面我们学习懒雀尾 懒雀尾是我们太极拳里面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一个式子 它的重要性呢 体现在 第一个呢 它练习的次数最多 我们的无式老架里面 83个式子 练太极练蓝雀尾 就达到了9次 光蓝雀尾就达到了9次 83个式子呢 就有9个式子 是蓝雀尾 也就是说呢 光蓝雀尾就要打9遍 每一遍呢 还要打3次 所以蓝雀尾是 局足轻重的一个式子 它的次数多 练习的 不单表现在这个次数上 而且呢 表现在太极拳的这个 它的作用也是最大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蓝雀尾它的动作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体现了一个圆的运动 这个圆弧的运动 就是太极的一个重要特征 我们的太极讲究太极圆太极球 那么这种圆弧的运动 而且是一个立体的这个圆弧的运动呢 就充分的展现了太极的特点 特性 所以太极圆里面圆的运动是最多的 圆弧的运动是最多的 蓝雀尾就最多的体现了这个特性 圆的运动有什么特点呢 最大的特点它就是它扩大了运动的这个路径 同样的一个动作 如果是直线运动呢 可能距离很短 但是我们的圆的运动 就扩大它运动的一个形成 这个形成呢 最终体现的什么一个 就是太极拳能够发挥 会摘连粘随重要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 所以首先太极拳 我们在太极拳里面这个蓝雀尾 它的作用最大 所以我们要反复去练习蓝雀尾 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啊 下面我们就开始 从启示开始 学习蓝雀尾的练习方法 其实结束了以后 我们还是一个 两脚平行站立的姿势 蓝雀尾跟单边跟匀手 它是三个连接在一起的动作 每一个蓝雀尾 每一个蓝雀尾后面呢 都要跟单边 蓝雀尾 单边 匀手这三个动作 几乎就占到了 我们太极拳 无视太极拳练练习的练习 招式的接近三分之一的动作 所以它的重要性 大家就应该明白 为什么了 下面呢 我们就来一起学习蓝雀尾的具体的练习方法 第一个蓝雀尾呢 它还有一个小的前奏 它就是一个左臂的前旁动作 大家跟我一起做 首先呢 左臂从左腰间画弧向上到达肩部 从左侧画弧向上 打到与肩同高的部位 这是第一个动作 然后我们的右手呢 预知相互应 前前手往前 那么后这个 后手呢 我们的右手呢 要预知相互应 在达到与肩同高的时候呢 要收往回收 第二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 往回收 同时呢 两掌 两掌相合 开始相一起相合 啊 这些动作呢 都要体现 这个圆弧运动的形式 大家不要直接来 不要直接上去啊 都要体现这个圆弧运动的形式 这个右臂呢 也是在这一滑 啊 体现这种圆弧运动的优势在这儿 啊 到达 啊 到达 与肩同高的时候 然后 屈膝下蹲 两手呢 往前相合 啊 然后呢 下蹲的过程呢 左脚 微微的抬起 往前脉步 好 再看一遍 第一个动作 好 第二个动作 相合于腰间 同时下蹲 第三个动作 往前 捧出去 啊 右掌呢 靠在这个 左掌的 左腕的内侧 捧出去 第四个动作 身体 重心后移 啊 现在呢 重心是在前面前脚 然后 第四个动作 重心后移 移到右脚 转脚尖 同时呢 两掌 分开 好 第四个动作 第五个动作 右掌 画圈 大家注意看 这个画圈的这个动作 过程当中 要干什么 要配合 手的 这个 转动 好 好 那么 要画三次 最后呢 结束 推出去呢 下面呢 就是单边 好 我们先学习呢 把揽曲尾呢 打好 再来练习一次 第一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 第三个动作 第四个动作 第五个动作 第五个动作 好 这就是揽曲尾的具体的练习方法 需要跟大家强调一点 就是 这个圆弧运动在揽曲尾里面 这个重要性 这个圆弧运动呢 这个圆弧运动呢 不单体现在 我们的手掌 胳膊上 也体现在我们脚下 甚至周身 蓝曲尾的这个过程 具体就表现在这些圆运动的组合 所以它是一个相对复杂的 圆中套圆的一个运动形式 而且这个圆呢 是立体的 不是一个平面的圆 它是一个立体的圆 所以我们练的时候呢 一定要知道 这个圆呢 不是在画平面 而是一个立体的 甚至呢 是一个多元组合的 具有身体的转动 具有身体的转动 同时呢 也有胳膊的 带动手掌的转动 第三呢 还有手掌呢 它的自转 手掌呢 这个手掌呢 随着胳膊 手腕的这个转动 要跟大家说的呢 练习太极拳是一个周身的协调过程 大家不要为了 紧紧锻炼手上的这个画圈 单纯练这个一个简单的动作 而是要体现我们周身协调 周身为了达到一个目的 而协调配合的一个过程 下面呢 我们再给大家呢 从启示开始 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启示和懒却为两个动作的练习方法 嗯 嗯 练习了 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